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分娱乐现在开手。 不得不说,中国好生赢最强战队之战是目前最好看的一期了,战队赛当中,队员的最强实力是胜利的根本,但是正确的排名布阵才是赢得比赛的关键。 本季最强的战队之战在谢霆锋导师战队和李健导师战队之间进行,在同样手握五组实力斐然学院的前提之下,谁能够猜准对方的排名布阵,谁能够就掌握主动权了,最终赢得比赛。 同位元老级别的导师,谢霆锋本次的策略是要高处于李健不少的,他仿佛就是李健队里的回仇,因为他每一次都能够准确的猜出李健的决定,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排名布阵,最终拿到了最强战队。 第一回合,谢霆锋猜李健将首先派出苏伟或者是高准矿者的马迪娜,他猜对了,并且选择了用自己的总组选手曹阳来首战告捷。 苏伟对战曹阳,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,因为曹阳各方面都过于优秀,他必然胜利。 苏伟的特点很明显,但是这样的歌手有些小众啊,而曹阳从音乐类别到颜值都是大众流行歌曲的标准模样,何况他的音色真的不错,发挥也非常稳定。 可以确定的是曹阳将是本级中国好生意的冠军学员之一,在这次的对战当中,谢霆锋给予了曹阳两分的权重,足以证明曹阳的实力值得被肯定的,而谢霆锋也是非常重视他。 傅星瑶对这人高瑞是第二回合的比拼,已经拿到两分优势的谢霆锋想要继续锁定胜局,在猜对李健将派出高瑞的时候,他坚定的选择了傅星瑶。 在狼血阶段,谢霆锋被傅星瑶打动了,最终放弃了高瑞,这次当傅星瑶再次挑战高瑞的时候,多了一份自信和从容,这首莫文卫的爱够经典,却也非常难驾驭,但这首歌下来,傅星瑶唱出了自己的风格,唱得稳,唱得动人。 高瑞的书可能不在于演唱,而在于选歌,李健是偏文艺,所以他给学员的选歌也都非常文艺,这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很好听,却也非常冷闻,但冷闻和唱错词不是他失败的原因,难以引发共鸣才是问题的关键。 虽然傅星瑶只赢了一分,但是其实他才是真正的赢家,毕竟媒体评审中也存在给高瑞的感情分的情况,正如李宇春所说,李健一开场就输了两分,需要被鼓励。 第二回合,谢霆锋猜测,李健将使出杀手锏扒回一局,不然就彻底输了,果不其然,李健派出的是单依纯,而谢霆锋则派出了战队中相对于小众的匹诺曹人生乐团,这又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拼,一个是李健战队的种子选手,一个是谢霆锋战队中的表演型选手,他们不是在比赛,而是在演出,因为胜利注定属于单依纯。 第四回合,谢霆锋再次拆对了李健的心思,所以他选择用其心来对着李健战队的原创歌手宋宇宁,他知道会输,他认为第五回合才是他们关键的决胜局,所以他把自己的原创歌手贾一藤放在了压轴的位置,原创歌手在本集《中国好生云》的舞台上都是导师们的宝贝,李健非常看重宋宇宁,正如说谢霆锋也非常看重贾一藤一样,当宋宇宁以两分的加分权重将比分单平的时候,最后一个回合,马迪娜和贾一藤的对决,成了定输赢的 决定局,最终,贾一藤凭借自己的原创歌曲《黄昏行》赢了马迪娜,帮谢霆锋拿到最强战队的荣誉,这一期是谢霆锋联手李健送给《中国好生云》的礼物,因为他们排兵布置的谋略,让这一期的对决异常精彩,大了个为精彩的是,谢霆锋每一次都能猜对李健的出兵,而李健也并没有够按常理出牌,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排兵布置更像是一场险象丛生的悬疑大片,刺激,好看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你给出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